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本书从建筑是什么打开话题 然后讨论西方建筑原流 和日本建筑的差异 它讨论很多问题 包括人类的血迹 千里修 茶道的起点 建筑材料 金木水火土 他从日常生活日常出发 好像一个充满智慧的建筑史哲学家 用他幽默的文明 像带领我们路边观察一样 用不同的视角来看建筑 好 那在这个 我跟沈森老师的对谈之前 我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沈森老师 他是东京大学的文艺教授 针对现在主要的工作身份是 江湖东京博物馆的馆长 他也是一个一直都没有间断的建筑的创作者 他在各地各地做的 他曾经做过这个 在英国伦敦的皮头寺博物馆里面的一个茶室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一本书 其实是他的许多的短篇文章 建筑というのは二つあるのではないか 二つをちゃんと 建筑が二つもあるということを 認識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 建筑所谓建筑就是 他其实是有点的面向 一つは いわゆる住宅住宅です 第一个就是 他是一个住宅 一个人类居住的空间 一つは 教会とか 官庄とか 社会的に知られた 建筑 另外一个就是 类似像教会 教堂这样的公众性的建筑 この二つは 根本的性格が違うということを 気づきました 那这两类的建筑 其实他在根本上是不一样的 那首先注意到的 原始人类家族居住的旁边 一定会有一个水源 次に そんな店のあるところで 火を打っています 然后 在水の附近 就是居住的空间の附近 一定会有一个水源 火の周りに集まって これは家族で集まったり あるいは友達と集まったり で 火の周りに集まるところから 住宅の根本が始まります 那原始人的生活 就是以这个火 为中心 或许有些亲友 也住在附近 那 渐渐地 在这个火附近 出现了一个 建筑的情形 恐らく住宅というのは ですね 木の周りの火を消さないための 大いではないかと 私は思っています 所以我就自然建筑的 人所居住的空間 是不是为了保護 这个火を走 不滅掉 建造出来 保護神来的印象 じゃあ 神様の神殿 神殿の元は何か ということをずっと考えますと 神様の建物 神殿の大事なことは 中で人が住むわけではありません ですが 火というような必要はありません そして 神殿の住所の部分 在神殿中 不可能有人居住 因此 就不需要有所存在 何かというのは必要ない 相对来说 内部的結構 是非常重要 ですから 人間の住まいというのは 自然と ワイト人とも 何かある 简单来说 神的空間 是高高 往上 發展 人的住所 是在一個 相對低緩部分 内在性的空間 先生がおっしゃった通り 世界中回って 歴史の柄に 建築の基本は何か 元とか建築の元気は何か なっていうことを 仕乙女考えていきました 私自身は 45歳まで 建築の歴史の 先生をずっとやって そういうことずっと いろいろ考えていたんですが 45歳の時に初めて 設計をす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 まあ それ以後は 当日論の45歳まで 考えたと いろいろ 元にして 設計をしているわけですけれども 基本的になんですね 2つ目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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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の居住の 空間 神の居住の 空間の 根本の区別後 3つ目の 3つ目の 建築設計師 建築家 一定 将 設計的 意念 容忍到 自己的作品 作品 請 解釋一下 どうやって 開発 作品 教育の 45歳前 作為 建築史 学者 不断的 研究 45歳 1つ目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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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 1つ目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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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一種洞穴的顯示 即將它表現出來 它上面一定是包覆型的 只有隔音的開口 另外還注意到一個問題是 通常建築物呢 它的天花板牆壁 然後還有這樣一個地板 這樣一個四方的方形的結構 但是在它變成一個洞穴狀態的情況下之後呢 它其實什麼地方是天花板 什麼地方是牆壁 做得不重要 包括地板 天花板 牆壁 都融為一體 但是這個材料學上來講 這是一個比較難跨越的處理方式 世界上僅存了兩種東西 有機物跟無機物 它們最終的書名就是變成了泥土跟碳條木碳 在這變成泥土跟碳木碳之後 在中國在中國很長的時間也都不會有任何的變化 所以我認為這四人做建材的兩種原則就是泥土跟碳木碳 特にですね 自然的物を材料だけで建築を全部造成 私以前に無かった 現代建築的世界 所以我認為我都注目されて いろんな使用とす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ます 另外的由於在現代派的建築大師中 都不承諾的使用品跟碳碳作為原料 元素來表現他自己的作品 因此我自己的作品 也成了世界的一個注目的亮點 與其な生物から不承諾的方式 張文歌 によって 張文歌 つまり使用 Ibiza 在设计的时候,只要弄到了竹子、榻榻米、格子窗、格子这些原素之后,马上就会很容易让人家联想到,这个就是意识建筑 我在我的身体中,就极力地要避免这种文化的联想 不仅是日本的文化,包括如果在设计的过程中画一画,画一画成后会发现,这个看起来好像有点像英国的 在哪个国家出现的时候就更改这方面的设计 台湾で唯一的竹子を使用了,台湾的人たちも実はこの竹子のことを知らなかった これはですね、私の留学者、台湾の学生があります ある人、日本には直径1mの竹があると教えてくれた 我会在我中心中用到竹子这个原素的,就是我们华山的这两个茶匙 我为什么会用到这个竹子呢? 其实是有一个很好玩的故事在 在我台湾的文学生当中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说 阿老师啊,我们台湾有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阵子 他的指径要到地里 直径1m的话,我绝对大家都知道了 但我认为不少台湾不知道 直径1m的话,我认为每个人都知道 那想说,哇,天哪,有这么大的阵子的话 那应该这个世界上会造成冲动吧 然后就请黄俊阳老师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实际上去看一下 那实际上不是直径,是远奏 直径1m的话,直径1m的话 但是,我真的很惊讶 其实台湾的人都不知不知道 台湾的一部分 那几个阵子入了 高度是10m 所以,尽管这样说,这个阵子也是蛮粗壮的,蛮大的 它直径30公分以上 然后高度可以只长到20米以上 那这样,台湾对于这样的一个阵子存在 它还不是很熟悉的情况下 才宣布了阵子当中的设计的一个东西 那为什么茶室断了呢? 茶室在建筑堂里来看的话 或者现在生活的女人看的话 那是最终的一部分 好,我们既然谈到了茶室的部分 最后请教一下平生老师 那对于茶室来讲 它的原点是什么? 它的问题是什么? 那老师都对它是这样的 首先来讲一下对茶室的理解 不可能在茶室里面 它是会做其他都会做什么事情 这个也是跟台湾不一样的 台湾人或许是在 通常喝茶,通常都是在书 在书房里面喝个茶 然后开些书,然后做点什么事情 那对日本来讲 茶室就单纯的只是一品茶 我们一天初面的仕様ですけれども 我两个人来讲 最初狭いと思いますが しばらくしている人 狭さを感じないんです 本当に狭い だんだん広く感じる それでその中で 4時間を過ごす 4時間を過ごすと さすがにちょっと飽きてきます 4時間は平気で過ごせる 1.8cm 幅までに使用 400年までに使用 それが一般的に使用 1.8cm 幅までに使用 1.8cm 幅までに使用 1.8cm 幅までに少空間 剛剛進去的时候 会觉得非常狭小 有压迫感 但進入後 随着心情的安静下来 就會發現 它其实不小 甚至会觉得还蛮大的 通常在这样的情况下 2.8cm 幅までに使用 很快就過去了。另外一個現象就是說,經過這個,雖然這個一起在裡面的幾位並不是非常非常的知心朋友,但是經過了這四個小時之後,它變成了一個是一個非常知心的朋友。 所以,茶室的設計對於過這四個小時的人來講,其實是蠻重要的。 所以,二人結束為了一、八千米粒樹上是一、兩人以上在一條幅上最大只有兩。七米粒樹上才是尺寸的。 刚刚讲的只是两个人在这么小的时间里面做4个小时 现在人数的增加加速和它的大小时其实是可以扩大的 最大的就可以增加到2.7公尺的时间方 这个是2.7m的小时 这样可能大概差不多2.7公尺的时间方 我们要谢谢在这些图战老师我们的对我们时间到正